接下來要上的是一個重要的想法 叫做功能定理 功能定理的意思就是說 我對東西如果做工 這個的結果就會造成一個能量的轉換轉移 讓它得到或讓它失去 所以做工的大小就是能量的變化 做到的就是能量的變化 就是我們等一下會告訴各位 就是我們一個求做工的方式 根據能量變化來求做工 功能定理 未來要教簡單機械的時候 你們可能在參考上看到很多 公式一、公式二、公式三 其實那些公式 通通都是有功能定理得到的 功能定理得到的 所以它可以解決非常多的問題 它是一個重要的想法 功能定理 做工就是能量轉移的過程 做工的大小就是等於能量的變化 那麼我剛才講過有正工跟副工 那什麼差別 對東西做正工就是使它的能量會增加 對東西做副工就是使它的能量會減少 對它做正工能量就會增加 做副工能量就會減少 那我們會有個比喻 用所謂的財富或者是所謂內功的內力來做個比喻 比喻說正工跟副工的意思 財富 爸爸給你的用錢 是你的財富增加 就是對你做正工 你的財富增加了 你的能量增加了 就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可以去買更多的東西 可以去吃好吃的 買好玩的東西 要對你做正工 然後呢 你爸爸給你押稅錢 兩千塊 你老婆把你抗手一千五 把你的錢拿走 叫做對你做復工 對你做復工 你的錢減少了 你的能量減少了 你沒有做的事情就減少了 叫做對你做復工 所以財富減少 叫做對你做復工 能量就減少了 能量就減少了 可以做事的能力就減少了 然後內功呢 武俠小說上呢 經常有一個故事叫做 年輕人掉到深山中 被個老先生救起來 然後他就噔噔噔 把他的一甲子的內力通通都傳給了你 然後他從此就跳得高跑得快 射得準 內功增強很多 武功變得大增 這就表示老人家對他做正工 把能量給他 然後他的能量增加 他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老先生那個吸星大把 控他的脈門 然後把內力都吸走了 他內力吸走之後呢 他就變成弱雞一隻 同時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跳不高跑不快 勢不準 那內力吸走了 對他做復工 他的內功減少了 他的內力減少了 他的能量減少 他能夠做事的事情就減少了 對他做復工 所以功能定理說 對東西做工 就是造成能量的轉換 造成能量改變 我對你做正工 你的能量就會增加 我對你做復工 你的能量就會減少 所以做工就是一個能量交換的過程 結果就是改變他的能量 而能量就是視為他可以對外錯過能力 你講過嗎 能量我們也叫做能量當作能力 能量大就是能力強 可以多做一些事情 可以做這些事情 這就是我們的功跟能的關係 就是功能原理 做工就是能量轉換的過程 能量就是可以去做工的能力 那比如說我們這裡有個釘子 我要把它打下去 我揮動這個鐵錘 它就會有動能會增加 然後下去把釘子打進去 就是我的鐵錘會對釘子做工 因為我有動能 所以我可以對釘子做工 讓釘子進去去 然後當我對釘子做工的時候 我就把能量傳給了釘子 讓它下去了 讓它下去了 OK 這是我們的揮動鐵錘打釘子 功能原理的想法 這邊有一個 比如以前舊的那種打樁機 或者打樁機這樣子 我把東西拉高 我對它做工 增加它的位能 它有了能量之後 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放下來 碰 就把那個釘子打進去了 所以它有個位能 它有能力 去做一些事 下來 碰 把釘子打進去 然後就把它的能量傳給了那個 那個釘 把它下去 這就是所謂的功能定理 我說了 等一下就告訴你 以後算做工的方法 其中一種就是利用功能定理 做工的結果就是能量的轉換 做釘工能量會增加 做復工能量會減少 OK